我是直男不代表我是色盲 你跟我跟全天下直男道歉 Hello guys 歡迎來到Neko的開箱時間 夏日特別計劃 耶~~~ 很高興今天 Aeryspace邀請我來開箱 介紹他們的Bikini 除了他們有不同的造型以外 Bikini最重要的東西不就是 脫高 集中 讓胸型變得漂亮嗎? 這件事情 Aeryspace也辦到了 他們家最新推出的新專利 就是一個C型爆奶的唇器 我自己試穿之後真的有發現 Bikini裡面多了一個小小的愛心型的 真的有差 真的有差 所有的胸型外擴 或者是小胸女孩的救星 而且它每一款的Bikini 中間集星這裡都做得非常近 所以不會有那個胸部被拉很開的感覺 穿Bikini還非常非常害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可能會因為太重 或者是吸水 然後就往下掉 或者是動的時候它側滑 Aeryspace呢 他們也有想到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在每一件Bikini裡面 都有做防滑的設計 像大家現在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表面是有一點一粒一粒的 這上面全部都是它們的防滑的材質 那這一塊海綿呢 不用擔心它會吸水 會過重往下掉 不會有這個問題 它的海綿是有特殊專利的 裡面是記憶海綿 自己昨天有穿著下水過 也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是過重然後整個往下掉 導致你走光 完全不會有這個問題 就只會由你奶喬得太緊 然後讓男朋友把你包緊緊 不讓你下水 這個問題而已 我自己現在目前手上的幾款呢 我可以推薦給大家 第一件是這個 它比較像是基本款的樣子 它沒有一些太特別的造型 它每一件上面都會附贈一個小小的金口 這個是可以讓你裝在肩帶上面 一個小小的裝飾 你也可以不要用它 就會變得比較素面的感覺 我自己是喜歡有用的那個造型啦 因為這樣子會讓整體的 比基尼的質感再更加分 如果你是第一次入手 比基尼有一點害怕不知道從何下手的話 基本款是每個女孩都必須要一件的東西 因為它是基本款了嘛 所以我就覺得有一點花色挺不錯的 而且這個顏色在皮膚上看起來非常亮眼 你看超級襯膚色 把它整個皮膚襯的超白 真的世界白 我自己很喜歡這個花色 可是這個花色如果有出別的款式 我說不定還會再收 這真的是超美的耶 這不是我在講 這花超美 超級夏天 我覺得他們非常非常厲害的一件 這叫做雙綁袋款 雙綁袋款它不是一般傳統的那種做雙綁袋 它中間這條袋子是屎心的 所以它只有三種的穿法 第一種穿法當然就很簡單 就是一般的這樣套著嘛 就兩條袋子 第二種穿法呢 就是直接把這個袋子做一個繞緊打擦的動作 那你就可以在胸前有一個打擦的感覺 因為把袋子做打擦再往上拉 所以你的胸型會變得非常集中 非常集中 胸部這種東西就是集中集中再集中 絕對不能有外擴 絕對不能有護蠱 那是永久性傷害好嗎 第三種穿法就是中間這一條拉緊 然後它就可以在中間做一個小的三角形的感覺 這一件真的超可愛 我從來沒有想過這件穿起來會這麼可愛 你不要看它花色好像很一般沒有怎麼樣 就是一個黃色 然後搭一個簡單的藍狀色 可是這一件啊 它穿起來是那種可愛性感 不至於性感到太過分 我原本以為它穿起來不會怎麼樣 因為就是好像跟我的膚色融為一體 結果殊不知我穿上去之後 我覺得驚為天人 另外這個藍色 我本來覺得說這個藍色在我膚色上 應該會比較突出 自己是比較喜歡這一件黃色 跟男生出去的話 也不會覺得好像在太過勾引 就是如果你跟它只是朋友關係的話 你就挑這一件 那如果你跟它不只是朋友關係呢 就拿這一件吧 我原本以為我會比較喜歡這一件 沒想到我一穿這一件之後 我就變新了 我現在是比較喜歡它 這一件呢也不是不行 只是這一件就超級sexy 你看我一拿這一件起來 就有人在旁邊晃了 你要過來嗎 這件超級男友款 這一件啊它的特殊設計 是在它的胸型這邊有兩條袋子 所以如果你是屬於比較沒有勾的女生 或是胸部比較沒有肉的女生的話呢 翻這一件上去 它會自動把兩條線做好 做在胸部裡面 你擠不出勾都有自動幫你畫勾的樣子 同樣因為它有這個嘛 所以它就比較不會那麼單調 但相對的我覺得它攻擊性就稍微強一點 那我今天這邊呢有五件泳衣嘛 所以我就想說 請我的一位直男好友來評斷一下 一個直男的眼光會挑哪一件呢 喔直男好友出現 對啦所以我們要先確認一下 怎麼挑 我一整套穿起來啊 你的第一名我知道是這個啦 已經沒有問題了 對對對對對 第一名是這個了已經沒有問題了 那你的第二名是什麼 我覺得會是這個耶 欸居然是基本款 好特別喔 果然男生想的都不一樣 不對吧你只是挑顏色比較深的吧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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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名大概就是這個了 欸第三名是這一件 可是這兩件你看得出來以後哪裡不一樣嗎 這個是白跟藍 然後這個是有帶別的顏色啊 喔原來看得出來耶 我是直男不代表我是色盲 你跟我跟全天下直男道歉 三件就是你的前三名 對啊 這一件也不差啦 如果今天沒有黑色這一件 我可能會選一個這個 素色的 但是有黑色的話我就覺得這還好 你也是選了兩件花的啊 對啊 其實我心中的前三名也是這三件 可是我的順序可能會不太一樣 我的第一名是這一件 第二名是這一件 藍色的 藍色的 因為藍色真的很襯膚色 穿起來皮膚真的很亮 第三名才是這一件 這一件對我來說攻擊性有點強 要勾引人的時候我才會穿這一件 喔是嗎 對對對 跟我出去才能穿 摸收 不是因為他真的很性感啊 他真的超性感的 就是穿他我需要有一點勇氣 勇氣 不然如果跟女生出去 然後那些女生身材都比我好 我還穿這種 不就很奇怪嗎 我不如先示弱啊 可能有人會擔心說他的泳褲會不會很透 因為我有遇過下水之後 白色的泳褲變成透明的泳褲 其實你們不用擔心 因為AIRSPACE他的泳褲啊 我都有下水過 我自己覺得是蠻厚的 他們是說他們做到兩層 那我也有買全白的泳褲 也有下水 也有碰水 不會變成透明的 他們家的泳褲材質是舒服的 非常OK 而且你可以上下身分開買 就如果你跟我一樣 上身是屬於比較小一點 然後下身是那個 素身娘娘認證 超級會生的那種骨盆的話 就還是可以分開買 像我上身是買M號 下身是買L號 完全超貼心 客製化就是這樣子好嗎? 最後啊 如果你在這一次的消費裡面 購買滿E688 就會限量贈送一個 防水的手機套 然後這個手機套 我有用過 我昨天就是邊洗澡 邊用它刷FGO 超級防水 很好用 我自己覺得 如果你是男生的話 你可以買泳衣送女朋友 然後你自己把這個A下來 你就可以邊泡澡邊刷FGO了 或者是看劇啊什麼的 選我正解啦 好啦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夏日特別計畫 不知道大家喜歡哪一件呢 或者是你在心中覺得 我的第一名 跟你的第一名有不一樣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喔 每一件泳裝的資訊呢 我都放在影片下方關於了 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話 Go get it 不用謝我 我們就下一支開箱敗洽 時間再見囉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請用訂閱代替掌聲 或者在下方幫我按個喜歡 記得幫我把影片 用力分享出去 以及按下小鈴鐺 我們就下一支影片再見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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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掰掰 字幕 李宗盛